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言语之间任嘉伦还提到了蓝眼突击拍摄完成 这么久为何还没有播出 由此可见不仅是观众其中包括任嘉伦本人 对于自己新作品的上线也是非常期待的 目前虽然没有等到关于蓝眼突击的上线消息 但是任嘉伦又有一部新剧迎来了祖训 该剧名为暮色新约 任嘉伦暮色新约将挑战全新角色 目前呢都方平台都已经给出了暮色新约这部剧的相关信息 从中我们能够看到 该剧改编自热门都市言情小说 只因暮色难寻 导演和编剧都是李昂 男主已经拟定为任嘉伦出演 此前曾经热播过的蝶战剧 秋缠家庭剧婆婆的镯子 其实都是李昂的导演作品 综合去看呢 李昂导演的作品个人风格都是比较明显的 整体的质量也都是不错的 任嘉伦在凭借《大道荣耀》 《锦衣之下》等作品受到大量关注之后 影视作品的邀约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多 在这期间 也不乏像是周生如故 一世一世这样的高热度作品 在这些作品中 任嘉伦所拍摄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 却并不是特别多 而这一次 默色新约就是现实题材 剧情梗概中提到任嘉伦将要饰演的男主 不仅是一名高级电脑高手 并且还是患有一定程度的心理疾病 目前国内很多带有一定悬疑氛围的 现实题材影视作品 都很喜欢把主角设为某种疾病患者 这样的设定呢 有两个明显好处 一方面能够给影视作品增加更多的悬疑感 刺激感 另一方面也可以很好地引发观众的共情心理 让观众更好地带入剧情之中 只不过这类角色往往对于演员的演技要求很高 饰演角色的演员不仅需要非常精准地 去把控角色的情绪心理变化 同时还要通过自己的理解 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外放出来 所以可以说 默色新约男主这个角色 对于任嘉伦来说 会是一个全新的尝试的挑战 目前任嘉伦的演技也是一直都在进步之中 相信她也一定能够诠释好这个高难度角色的 从目前默色新约所放出的祖讯来看 该剧暂定你妖的女主角为杨颖 也就是很多观众所熟知的Angela Baby 在大多数观众的印象中 可能初次认识杨颖还是在各种比较火的综艺节目中 例如《奔跑吧》 而实际上杨颖也是一位模特和演员 她曾经出演过很多的热门电影 电视剧作品像是《孤方不自赏》 《百度人》 《中国机长》 《鬼吹灯之寻龙爵》等作品中 其实都有杨颖的身影 尽管一直以来杨颖的个人演技都颇受争议 但是这并不影响她成为一位高热度艺人 她的心态也是调整得很好 面对这一向来都是专注做自己的事情 此前任嘉伦已经和许多女神级微的演员有过合作 每次都会给观众带来不小的惊喜 相信这一次和杨颖共同出演的暮色新月也会同样如此 期待暮色新月能够早日开拍 早日和观众见面